楼下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 老板 今天下雨 我没带伞 没带伞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吗 我不能去接你吗 没有啊 陈希 你到底有没有帮我去照顾到底接你 你宁愿坐别的男人车回来都不愿意给我打电话 你现在是这里不需要我了是吗 以前我需要你的时候 我能见你对我一个人 老公啊 别大了呀 你应该是饿了 我去喂奶奶 要吃饿了我去吃饿了 吃饿了 烧 烧了 老公 老公 我跟你商量个事 我爸最近生病住院了 需要做手术 你能不能借我两万块钱呀 不是 你爸生病平常找我不家哪钱 可是他毕竟是我爸呀 你不是还有两个哥哥吗 他们都没说话一事什么的 我家的钱大不光来的 我去 老公啊 我被病犯了 我被病犯了 为何你找医生啊 好 找我有什么用 我就在紧着了 诶 诶 脱了 都市的人结果竟然都明明 就因为这些 是 也不全是 我也忘了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无数个需要你的瞬间 我都选择了闭嘴 你不懂我的难过 又怎么会懂得我突然的承诺 那你可以跟我说跟我商量 说什么 细节这个东西 我说了你才做 他就变得廉价 我说了你还不做 我就变得廉价 有心者不用教 无心者教不会 伸手药来的安全感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这就是你背叛我的女儿吗 别这么瞧不起 你怎么知道 送我回来的一定是男老板 你怎么知道 送我回来的一定是男老板 你怎么知道 那我还没有良心 我朝来说